嗨 大家好 我是大飞 今天已经到达广西省柳州市柳江区 然后今天晚上可能一点钟有雨吧 也不能走了 现在已经 五点了差不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 这里是省到307 这里白天看这个样子 天气还是挺好的 但是今天晚上确实我看那个天气报有雨 今天晚上打算就在这个汽车的后车亭 露营了 不知道防不防雨 应该差不多 这里水泥地上吗 好像全都是那个土 今天晚上清一下 这里有点草 往这条小路这边走一点 看看那边有什么能做饭的地方过去搞点饭 今天中午还买了一些东西 看有水吗 或者是有河什么的 找洗洗东西啊 这个水看样子是找到了 看了下地图 附近也没有河 也没有什么的 全部都是这种丘陵地带 这里旁边还有一条高速 没办法了 今天只能用车上的这个水做饭了 这里有今天买的这个肉 20块钱一斤 这边 还有买的这个 1块钱的豆腐 1块钱一块 石膏的 这里的苹果3块钱一斤 大飞硬是没舍得买 买了一个苹果 有点口渴的时候吃一下 先把这个肉洗一下 没有太多水 没有太多水 这个水要省了点 这个豆腐就不洗了 削一下以后直接下锅就行了 里面那个豆腐还有点水 肉要洗一下 肉要洗一下 不洗的话不行 先用盖子盖子 放点菜喷水 放点菜货水 bound 包索一片 包索1分5mm 毛筋 毛筋 包索2分 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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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 制作一下油 炒少肉 倒上一点油 把这个肉放进锅里 炒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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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炒少爹 start 把这个水也倒上 还有这个豆腐 豆腐用刀子割一下 把豆腐也放到锅里 和这个肉一起煮 放上一点这个面条 这怎么煮的 这锅可能是有一点煮不开 那也没太大问题 把这个面条全吃了 今天往上省得挨饿了 一把 就这样了 把它煮开 这个锅子太小了没办法 就像这个锅子太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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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人熟了 这么一锅 有点难度 有这个辣椒酱 饭面真好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明天应该能出发柳州市 还有 43公里 明天见